平凡流水或许是给这部电影很贴旋的一个注解 剧情上的平凡流水 影像处理上的平凡流水 所有情感上的平凡流水 人员表演上的平凡流水 尤其是这种平凡流水 融入女性科额的人文和经历的时候 所有的真挚情感都自然而然的得以表伦理 一年动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假文力自编不法的文艺电影 我们天上见正是一对贺基博方 充满诚意 充满女性是假和女性人美的电影 并如别人的天气 并如灰色的摄影基调 孤独的故事场景 避开学校的故事情节 都体现出假文力同仁时期的私交境遇 但同时 从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长大的人们 并能够从电影中生身体会出于那种时代氛围 幻想各自的同仁回忆 我们天上见还是非常低调的 没有刻意去深情和体现当时的时代道景 只是想尽量还原当时的心境和生活细节 但这样更让人觉得生活细节中隐藏深情 比起同类电影更显真实动人 一个导演想拍好一部电影的成立 是必须要推广和宣传的 因为它已在文片中 注入了女人得对的浓浓情谊 有很多尖点的女性动力 导演都是女人 女人的性命大概只有女人自己懂 一部电影可以拍的身形 可以拍的感动 但是拍影韩的门门情促 只有导演的真雄流露 才能拍出这样更名的作品 而我们天上见就是这样一不合格的片子 热带稍赶的基调 舒缓的音乐 水彩方的幻夜 英语不断的小镇 和小女孩各种各样的回忆和幻想 宫情对不深情的表述 我喜欢这种可以不深情的片子 很平时 平等之间令人回味 小云立把自己的同龄回忆拍成电影 观众看起来真实流露 有一种共鸣的感动 演讲很多的细节 都是很多观众的同龄合余 片中有好多的台词 听起来都是那么的蠢朵 正是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写上 我们天上见能成为辅商电影节 首带获得最盛观众喜爱电影奖的影片 是运辆经历的 韩国电影中 一直在上场拍情感题台影片 上语讲述深厚的情感 让人稍然为下 我们天上见这笔影片 可以说任何韩国观众的胃口 带给了韩国观众很大的惊喜和感动 另外 影片还获得中国电影金机奖 最佳影片获奖 可谓实质名功 初看我们天上见 满心疑虑 满不内烦 可谓看也能感受到 蒋文莉作为等人的影片深深的感情 起初也并不知道 这是蒋文莉的半色状体作品 也不知道这是她的处女作 因为我总是先看电影本身 再去关注电影的新闻和介绍 然而事实证明 最后更能看到影片所想表达的内容 不会立相情愿的注入自己心中的情感和动力 也不会把蒋文莉的形象 套在片中小女孩的身上 记得蒋文莉在牵手中 刺激了一位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事业的知识女性形象 在中国式离婚中 蒋文莉更是交流影响风那种人权奉势自我 缺乏安全感的谢斯比里展露无鱼 而在今婚里 她的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典型形象 从台前到制作幕后 从影后到导演 虽然在这部片子里 她们能出演 但我们依然还是能看到那个曾经熟悉的身影 作为一部演员转型的导演的处女作 蒋文莉的这一部 我们贴上镜更多的是给人与惊认之感 这种惊认 大不是说这部电影的的影像有多满华丽 恰恰相反 影片无论是从细事 还是色彩印镜等等方面 包括指望一种眼镜和平和 让观众在安静中享有一份感动 此外 这种惊认 更多的蓝色版软对于影片的整体把握和影片中 所泼露出来的在领镜 色彩 短剧小方面的成熟 当然 最重要的 在影响人力对于影片节奏的把握 以及影片频道叙事下 所变藏出来的感情与时代感悟 在这个有太多烂片面喝风 与风唱大耳奔产的时代 和蓝片最终结局 对多雷尾口跟一片凡的双重破灰 而我们天上见 虽然在商业上难为成功 却是这几年里最为出色的国产影片之一 大多数时候 虚似把眼带来其处女作 往往会给人或多或少的惊喜 就像讲文力的这部 我们天上见就是一部可多极交的窝形文力片 虽然说影片只是小制作题材影片 没有什么实力派演员 也没有任何宏伟壮观的场景 但影片报道的时候 重造权势频繁先引感人 影片主要表达到感情思想 都是具一种至亲的爱 其制作情感剧情的摄影流程 让人想起那日前世负责之情的人 一片海王天堂 从事者用情感 扑下了摄影之路 从事叙述力带感人的温情 相对于海洋天堂 小盈利的我们天上见 逊色的也只是演员整员 但却同样达到了影片高有的效果 毕竟 大多数影片的故事剧情是更能吸引人 演员排到第二位 影片内容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取胜之处在于情 再于画面 再于导演的诚意 响导可是挥了五年时间 学去本仇拍这部影片的 我们天上见是由朱细 老军 朱依孟 柔月 阿斯醇等主演的人物自占电影 影片通篇很有深情 每有大风大浪的故事转折 小盈利只是用记忆中 那些真实的情感 描述着一件又一件小事 伴随着平静的细细细的响语 愿意细无声 这也是一个光于成长的故事 影片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刷新不在身边的女孩小兰 与老人之间的深沉情感 从头到尾背透着细腻与感人 影片一开始 小兰到小时候 情节各个伤险琐碎 总是那样的一把法 一个高楼的声音 和那个淘气叛逆总说 要去跳河的小姑娘 没错 中国家庭能有那么先进的降丽方法 小兰不听话 老人就拿出戒齿讯戒 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 最当别人当妈的把小兰辅养长大 成为一个少兰 听话又孝顺的好孩子 影片前半部分 就是这样展现了小兰小时候 老人对她的教导 她的叛逆和孤独 也突变了 她为什么会对老人有如此深的意外 到了影片中复 小兰已然长成了大姑娘 本事了 虽然在学校和体校 还是被欺负设其事 可是老人对她的光环 让她并没有对这样的环境伤害 仍然健康成长着 有着其他小朋友一样的天真和幻想 影片中复的正心 已不再是老爷的教导 而是反到了的小兰对感情的叛逐和孕怨 她开始期盼爸爸妈妈早日回来 会如此偷偷用卖油精浇花 会坐在淮河边上想和北风的梦子 会半夜里爬上火车 想像着她开放新疆 同时 她也对自己的情感更加敏感 在体像里会干预别人的眼光 也会开始幻想自由的分享 好有小兔的趣事 应该算是影片中唯一一件生险重大的事情 因为这时候的小兰 开始意识到了有死亡这件事情 她开始作业命 然后跑到老爷床前试探呼吸 开始问老爷关于死亡的问题 小子见老爷了 又肯直及当心 老爷是不是出事了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老爷不行了 在影片的最后 小兰终于发现了老爷的秘密 十年来 老爷对她读的每一封家书 都是老爷自己写的 她抱怨着爸爸和妈妈 十年来从未让小兰欣赏过爱的陪伴 保护小兰健康长大 她把小兰成真正的火车 她给小兰做体操体操杠 为小兰重新将带来爸爸妈妈的哈密关 整部影片有两句话 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今时出自缴人力的庞白 一句是老爷身体不行了以后 庞白说 老爷的年纪太大了 所有器官都说绝了 只有兴奋不肯放弃 我想 可能是老爷太不放心我 不放心把我一人留在这个世界 还有一句话是在影片结尾 小兰跑去路上迎接光材 去与并光材的车擦肩而过 她说 我不明白那天 我为什么跑去路上等面光材的车 后来我想 或许是冥冥之中 老爷不希望我看到她像样吧 影片就这样在这句话中结束了 在这样一个辅导 以及关键力的国产电影的商业氛围里 投拍这样的一定几乎 好有炒作点的电影 确实需要很大勇气 可是作为一位副生人员 小文力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 艺术表达方式容易真理当然 谈报小文力 肯定离不开故常位 这位坚持一贯的艺术表达的 资深摄影师和导演 对于自己欺负的影响 肯定难以忽视 二人在立春里 通常位还是与其一贯的冷静方式 表达了对于社会变形下 艺术群体所面临困境的痛苦与尴尬 具有深刻的反思最美 而蒋文力则对惜最后形象 在影片中出演了一个满脸却帮 身材走行的女歌手 用她精彩的吻意 来表现了一个满怀希望的歌者 最终梦想破灭的悲剧 不理了这一决策深刻的社会梦含在内 在一定程度上 这种敏畅附随的特点也决定了 我们天上见薰陶的艺术细致非常严厚 不过作为蒋文力的白人处女作 可能也是估计到了自己丈夫的影响力 会对自己的作品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在本片的前前后后的承诺力法中 几乎没有见到任何一方有构成为三个字的影子 就连构成为一共擅长的摄影方面 也未曾有任何指导性的挂名在内 这真的是非常可贵的 可知道2P相应对一部电影的生命顺风是有多大的帮助 在这名意义上 蒋文力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获得任何的认可 而不仅仅是在依靠着自己丈夫的英勇中生存 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看蒋文力作品的一个原因 正如戏里的他 他时不做过 就这一点而言 这部影片具备了极门的蒋文力个人色彩 这种个人色彩 不仅仅体现在影片本身 就是与蒋文力自身的焦虑作为主线 具有较强的个人自众意义上 而且更重要的 在于影片所摆入出来的女性坏的叙事与性力上 表现作为例子女性视角 反映女性情感的女性定义 戏论很惊喜 同样是女性定义 同样是角一来一上的感情 我们天上线在表现情感上 比我们俩要有力的更 可能因为影片取材于反映本人的经历 故事虽然评断却很真挚 作为一部主打感情的动力 首先要真实才能有力量 才能真正打更年薪 不然不如去看韩剧 本身是一部节奏缓慢的影片 在一定意义上采访了直线叙事后的方式 更多是向立本华教授产中的回忆力 影片并不沉闷 重要的是 这恰恰是一部以续节取胜的影片 影片以第一原称的续世回忆作为领导 但领观众回去到那个80年代理 无力了下相依文明的热当人命运 影片中处处充斥着一种对于玩世续节的回味 而且有恰恰是这些续节 将影片中荣誉的性格特征表露无遗 影片中的老爷形象 几乎完全依靠一些火碎的细节来展示 基齿代表了一种原理 而洗澡和是一种公爱 分光的邻居是一种和睦 而伤病环状是一种手性 此外 还有对于自己事业的热爱 和对于国家的征程等等 老爷的这些品质 无一不是通过一系列细节得以展现 并能印象深刻 当然 影片最动人的还是这一老爷少之间的亲情 在这个特殊的附阅里 这种老爷与爱妮女之间的情感 完全具备了消遇为应的特征 而老爷对于爱妮女的呵护 则成为影片中最有让人动人的情节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 并以爱妮女的微微不至的照顾 甚至为爱妮女洗澡 粉补衣服的细节 还是对于爱妮女品情上的影响 老爷都是以一个年代的老人的身份 表现着对于自己向离道的宫外 在一定程度上 在那个艰难的宿余里 这一老一生的生活 完全成为一种彼此心灵上的依靠 对于爱妮女儿人 老爷是他成长过程中 一个永远难以让记的记忆 这种深厚的心情是他一生的财富 整部影片在一种伤险缓慢 却充满了新与新专的过程中发展 就像让观众在欣赏一首节奏缓慢 却性能心疲的乐曲 具处人物和事件 充满了生活气息 让人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 影片中套路出来的难难心情 又让人动容 影片最后 老爷离开了世间 电影没有表现什么样的 嘶嘶嘞嘶嘶的哭喊 只是用女孩 独自一人站在大雨中 慢慢看着 帮有老爷刚才的汽车 驶过自己身边的话 越来表达着一种 生理脂肪的生痛 这种极度克制 却又在幻象能 与隐藏的巨大伤痛和悲伤 却是影片最为动员之处 除了感情 影片在摄影以及色彩的运用上都令人惊叹 影片在一种淡淡的暗色调中缓慢飞展 同时要带有浓厚的滑透色彩 大量接近描画画质的色困运用 使得影片始终在一种伤省严厉 却又往寒微信的风楼中发展 与影片的整体时代环境和影片的主题极地吻合 在一定程度上 影片将一个女性导演的美美与性力展示得非常出色 细节之处的光丽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一种环境而又沉迷的心态中 观众和导演一起回到那个时代的风楼中去 感受那个动荡时代中 仅有的让人感受温暖的清醒 小云立用了两次转换的镜头 让万花筒代表小蓝的眼镜 去看周游的世界 她分割和重新排列了镜头 甚至会让当时没有见过万花筒的年轻公众 有种不知所明的感觉 但我想这还是导演不可忽略的童年进一把 她用一种非自然 非成功的方式而表现当时的人物感情 很有世界上的冲击力和情绪上的爆发力 在正统的清醒影片中 出现这样的不合学人服 真的是导演很可贵的创新 必定要成为真典 真的特喜欢影片的细节处理 精致细腻 到学里 左下俩称之为指法 一拳一拳一拳地走着 小蓝踩着老爷的脚印 好人心 镜头给得很好 个图和预镜都不错 几处要拍用得很赞 站在房顶上的镜头 有点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月子 色调调得很好 画面的色彩很有七十年代的风格 同时又很精凉 单红色彩风格上 说很像孔雀 果然夫妻缘的风格 都有些天安 电影中出现了好几处对女孩梦境的描述 这是小蓝力在向我们传达着生命力满 小蓝是没有父母的 十几岁小姑娘也有了初次的生理反应 而老公作为男性不得干扰 所以 小蓝几乎是懵懵懂懂的 独自完成了这个复杂的过程 但些梦境最事对虚弱的最好诠释 这种手法并不少见 碰巧 常常用来表现人物喜欢幻想的性格 反正沉闷单调的要在环境 即便抛开艺术手法不谈 我个人很喜欢这几个有光梦境的片段 尤其是女孩梦中分享的片段和从男妖怪的夜梦中醒来 在梦雨中风吹起文章的片段 真的是很难忘记 另外影片选择雨的小镇 有主要场景地 这样并给了情感添加了较有意境的画面感 雨天是温暇的 多多少少的牵引着人的情感 比如片中的小蓝出行到多数时候是穿着雨伞的 这种较强的情感画面是很容易让人投射感情的 小蓝冲着伞坐在河边的高塔之上望着远方 几乎着一份对亲情的期盼和封面 让人渊息不已 虽说影片设计这般的较为失意的画面境界 让人感觉有点虚假之感 但由于身影的情感率线较为清晰 加之仍以设计的较为真实感 也高净地抹掉了一些制作的小疏忽了 影片中 小女孩的一场夜闷设计的价为粗糙 但前后闲街的剧情 都是感人的心情书写 船头是一来一哨 一份威不至的呵护 才已把人带入到了亲情的温暴之中了 就让变在制作上显得平衡了 就像老人说的一样 他不怕死 那边有他的亲人 这边也有亲人 所以他不怕 他想告诉小兰 无论何时何地 你都不孤单 你只需要好好活着 在命境中学会坚强 用尚兰和真诚对待这个世界 用亏人去接触身边的人 只有这样 你才能感觉到生活的快乐 人生本就是一场苦行 其实也是天堂 生老因此岁月轮回 我们爬不开也忘不掉 生活嘛 总是在我门笑着笑着就哭了 老人笑在那天 笑着细语 小兰把老人一生所得的铁路规章 都得在了他身前 他告诉老人 以后做一个好人 将来与他在天上相见 抱怨老人的是我国对名的元朱旭 这也是他的封闭之作 已经刚明的追老人子 用自己丰富那人生经历 把这个角色非常完美的呈现给了观众 这种呈现具有很高的认同感 从而能引起一个人的共鸣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人的痕迹 一个冒蝶之年的老者戏远的这份上 赵人感慨 这个决策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去表演了 也难怪他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实质名归 好变勇与全都人 奖连力最大了 这种争执的感情是多少钱都拔不出来的 我想把我们贴上剑推荐给所有人 我想这部影片应该可以勾起 很多并与同名时代的回忆的 去给予个人 去初视ER myself take 要 loh 帮 词 来